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上台来致辞 接下来我们将要请出的晏客区的区议员 欢迎辞联邦导师 首先我要感谢王副主席 加拿大华侨华人年的总会 今天体办了 进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的晚宴 很多我们朋友政府次长 已经讲了很多历史 我也就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星期一 我身为华人保守党的主席 我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我批评目前我们加拿大政府 针对中国电动车 100%的纳税是不公平的 而且我有讲到 一定要改善家中的关系 那我实际上问 为什么犹太人的政治家 在加拿大整天 可以叫加拿大政府给钱 给武器 给伊萨的政府 继继续地打穆斯林 为什么我们华人的政治家 不能够出来讲一句 良性话说 改善家中的关系 所以我感觉到奇怪 这么多年 今天我抱这个心情 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讲出我的心理的想法 如果你身为一个华人的政治家 没有这样的胆量出来 出来讲话的话 没有出来感量说 改善家中的关系 那你就没有必要再连任了 因为这个时间是 你应该是退休回家去 当然我也不再总的 是轻轻地讲了 那么最后是 祝祖国国待平安 中国人民 伟大福祉 谢谢 谢谢 谢谢